那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再跟我联络 客户看房进度追追追 亚航打房后买气大将 房众主动联系 不然手机安静到好像是坏掉了 房市跟天气一样了 代表北台湾新岸市场概况的 助展风向球分数连三角 不只是三月以来 最差表现 更惨的是追踪十月指标 建案平均成交组数 每周竟然只有一组 与上半年每周至少四到五组 成交相比差很大 惨况直逼二零二一年 疫情三级警戒 对于很多的业者来说的话 可能会思考所谓 转换跑道的可能性 如果说是以现阶段的事况而言 若是买气没有办法 明显打开的话 时间一拖到半年一年 那可能在整体的不动产 导电潮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金控机构调查央行大房 让约四成民众放弃买房 如果一年内房市没有回温 业者预估房重店 恐怕要倒掉一千多间 不只是因为买气降 还有同时全台躺平族 越来越多 其实这几年他房价一直不断的飙升 长辈就会透过郑宇的方式 来把房产给小孩 让小孩一元他的成家梦 那可能对于部分的买方来说 他在家里有房产的状况下 他自然也不用再去积极的 可能去看房 今年全台前三季 继承洞树来到一九九一年 来次高点 郑宇树则刷新记录 即将进入十二月 房仲业心中呐喊 这个冬天该怎么熬 三地区员华绍培林嘉倩 台北报道